其實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或者關閉到要問陳醫生 或者我們等下一位講者之後 下一位講者就是劉宇龍博士 他是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臨床高級講師 專門在奧木醫院中醫的腫瘤科 他今天講的題目 就是中西醫結合治療癌症的中醫角色 請 各位專家同道 下午好 很高興和大家分享 中西醫結合治療重要的觀點和經驗 我們知道在中國大陸中西結合已經幾十年了 之類的豐富的經驗 在香港這幾年來 中西醫結合越來越受到重視 那麼房外匯跟進匯大學 於去年 成立這個中西結合中心以來 這一年來 中西醫之間 坐在一起 聯合匯整病 也積累了一部分的經驗 下面我的講座 主要就是給大家 匯報一下 這種經驗與體驗 中醫 中醫藥可以與手術 放化療的結合 其中醫藥 起到一個減度增效的作用 這個是有很多證據證明的 那麼另外一個呢 就是老年人或者體質狀況很差的病人呢 他不能耐受手術放化療 那麼這個時候可以採用很重要的治療 手術治療 我們知道早中期的癌症呢 他的體質的耐受手術 我們還是首選手術的 手術的不足呢 是無法防止疏後的浮發於轉移 當然它存在一些副反應 術後中藥條理呢 可以減少和消除手術以後的過種不足症狀 可以提升體質 為術後的化療和化療 創造一個身體條件 提升它的體質 可以降低術後的浮發於轉移的風險 比如說肺癌、微裂、手術後 主要出現一些咳嗽、胸痛這些症狀 通過中醫的補益、肺皮、寬鬆、禮脊 可以舒緩這些症狀 為腸道總流疏後呢 常見的一些情況呢 是一個腹腸、食欲腸、腹痛等等 那麼中藥可以用一些健脾、核胃、禮脾、化石的 這些方法來調理 大概兩到四周 可以讓病人的體質迅速恢復 為疏後的化療做準備 放射治療 它主要有幾種情況 一個是根治性放療 比如說早期的中期的Bi 輔助性放療 比如說乳腺癌 具部切除疏後的一些放療 另外一個是孤細性放療 減症性放療 比如說從止血為目的 針對這幾種不同的放療情況 中藥的配合是不同的 放療後的孤反應 它是根據它的照射量 照射範圍和總計量 這個孤反應全都不一樣 中藥怎麼認為它這種孤反應呢 中藥認為射線、放射線是一種火熱度血 容易耗氣傷痕 損傷 脾胃乾淨這些孤瘓 那麼放射部位不同 它的副反應也不同 你比如說腦腹放療 常常出現一個 頭痛、頭暈、嘔吐 中醫治療呢 主要是一个滋胜瓶肝,活血滴水 那么常用的这些药物可以舒缓这些症状 鼻烟即喉部的发疗 它出现一个口香粘活的充血,是一种疑来 中医认为它是一种热毒伤阴的情况 治疗就是清热解毒,养阴,森菌,润躁 胸部发疗主要是一些肺癌部分乳腺癌术后的发疗 它会产生一些胸闷气短等症状 治疗主要是一个养阴润肺 食管癌的发疗出现一些放射性食道炎 比如出现疼炎困难,胸部后疼痛 就是清热解毒,宽胸顺气,这些方法是 上腹部发疗以后,主要是一个食欲不整的呕吐 中医主要是一个健脾活胃,降义直呕的方法 下腹部的发疗主要是见于一些直肠癌 出现一些腹痛、腹泻以及厚重便血这些情况 中医主要是清热历史,凉血、止血、色肠、止泻 疼症的发疗主要是针对宽颈癌,前列腺癌的发疗后 它产生一些 鸣尿道严重反应,主要是药瓶、尿疾、尿磨 治疗方法则是清热、凉血、利尿、通灵这些方法 化疗 我们知道化疗可以产生多种副反应 中医认为通过变症的治疗可以提升体质的免疫力 防止化疗不复反应 全身化疗不复反应 主要是神圈、投影等等 中医治疗主要是医气、养血、滋补、肝肾 消化疗反应主要是施欲差、恶心、嘔吐、腐蝎、便秘这些反应 有些化疗反应的话,腐蝎很严重 甚至十几二十字左右 治疗方法是健脾、合胃、降低、止冷喉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化疗反应是骨髓移植 中医治疗主要是医气、养血 这些红细胞减少 别细胞下降是医气、健脾、滋补、肝肾 血脚板减少是骨气、色血、凉血、止血 这些血脚板下降比较明显的会引起出血 肝省害 患者表现是肝去不湿、黄胆 检查了肝功能异常、肝、霉血的身高 中医治疗主要是书肝、清热、立食治疗 化疗后可能有常见的一些脱法内心 通过中医治疗可以促进脱法、赛生、跨义性 有一类化疗要引起这个冰尿道感应 可以用中药、立尿、肾、肾、疗血之血的药物治疗 神经毒性 像常用的草酸膊 乳腺癌的子酸醇、肺癌的子酸醇 这些都容易引起周围神经的省态 而导致手脚麻痹 中药的治疗方法 主要是一些驱风活血、铜筋活络的治疗 有一类病人是不适合放化疗的 也不能做手术的 这些年纪比较大、体质比较差的这类病人 这类患者有多种慢性疾病 而且有多脏器功能的减脆 这个时候应该是以中医药为主的治疗 中医治疗的策略不同于体质状况好的 或者是年轻人的那种肿瘤病 也不同于一般内科慢性疾病的治疗 主要是采取辩证认知以治人治本 辩病认知要针对肿瘤的治疗 如果只是辩证认知的话 可能它的肿瘤也会发展 第五类是浮发转移患者的维持巩固治疗 有一类患者经过多次的手术 放疗化学治疗以后 他的病情还是出现浮发转移 这个时候他的体质还比较好 可能西医会建议他尝试一些 参加一些领床的研究新药的实验 那么这类病人呢 有些人不愿意再参加这一时间 这类病人我们可以采用中医的维持与巩固治疗 治疗法者还是两方面 一概是扶证固本 公癌解读 治本呢 主要是在三条 其一呢就是要调节心理 首先要放松他的情绪 第二是要调整体质 把体质整好 调整阴尼阳脏 针灸它可以平衡经络气血 提神免购功 这是调整体质 第三要调胃气 让他要胃口好 才能够增强抗病 公癌解读呢 中医呢主要是集中在活血化瘾 清热解读 软件散积这几个方面 另外呢 第六类情况呢 中医药可以减轻靶腺药物的副作用 刚才我那位同事已经讲的一个过案 就是吃完这个靶腺药物以后 出现严重的皮肤反应 所以说最后用中药以后呢 它的皮肤反应是基本上是很轻微的 能够准时完成它这个靶腺药物治疗 靶腺药物治疗 我们知道有一部分少部分病人会出现一个血管栓塞 血管阻塞 有少部分病 那么这个时候你用中药的时候呢 用直血 收色的药物呢就可能增加这种风险 那么有一类药物是安全的 就是免除活据 只要活据又要化育 这样一个情况呢是比较安全的 今天下午的讲座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多谢刘鱼龙博士的精彩议格 那今天是很鼓励我们 我们有两位中西医结合的实际国安同事 就是刚刚讲完这个过程来说 现在请大家有什么问题 刘鱼龙博士 我听这个报告很难得 在香港这样的地方 来个虚辟 这个这样的天地 可以用中西医结合 来这个大家共用的治疗 高医生带我 高颖民医生带我去提过这个 王族坑 我去看 所以呢 有个感觉 就麻雀虽小 但是设备好深 但是呢 好像在那里没有一个主营观察 对 目前呢 我们还是以文队为主 就是文队化疗的 那我这里有两个问题 所以 一个呢 这个 化疗要肯定有多后防应 多后防应有 激性防应 跟 延迟防应 那如果是激性防应 哪怕像药 刚才你们那个病例 可以这个胃肠间治疗 用隔裂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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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治疗 那这个我们都看到 这个 他的其实 这个所有是隔裂尾的 隔裂尾的病人都有否种 这个问题不大 而且皮疹呢 如果是没有激性症状问题也不大 那有隔裂尾不可吃的 你像这个 Elisa 这个 汇癌的法相药 去隔裂病人 它会出现 这个 汇间治疗 那如果有激症 或者化疗药 那这个怎么处理 另外第二个呢 就是 你两位医生来看一位病人 那在诊断思维上 刀割这个分歧症状的这个评估 可能不一定 有这个统一 那如果是这个统一 疗效好最好 假如不好 出现这个 这个护防疫 不解这个医疗上的不足 那是认算谁啊 刚才周教授 就讲到一个 第一个问题到时候 有过来同事 陈亚图医生来回答 就是说 遇到一个比较重的病人 你门症怎么办呢 暂时未打架 其实 师傅各个病人的状况 也都 每一个空间病人 都会选择 有些病人上来 他是信西医多些 有些病人上来 他是信中医多些 有些病人 是完全不信中医 有些病人 也都完全不信西医 那这个过程 我们要很小心处理 因为有些病 平日早期的肿瘤 西医是很高的机会 医好 医团医 那这个情况 一定要信病 你信哪有多好 以西医为主 有些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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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过有个病人 他跟我说 他信中医而已 其实某个病人 某博士 派了他去看我 因为他骨主很痛很痛 他死因死因 走不到路重 那因为看了刘博士 那觉得中药这方面 未必处理得好 可能要用麻啡的止痛药 去帮这位病人 那我们一两次会诊之后 这位病人 开始慢慢接受西医 那开始吃paramide 开始肯吃nsaib 再到开始肯吃morphin 走得回来 那他开始接受 那这个结合是有一个好处 可以帮到某些病人 那有些病人来说 身体真的很差 肝功能、肾功能都不变 不可以再用任何的化疗药 甚至标靶药物都很敏很敏 这样的情况 可以交给博士 看一下中医方面 怎样可以帮 事述上有些病人 因为我开头都不是很信 看完博士之后 习惯了中医 咦 OK 稳定 都过多月 两个月 三个月都照样回来复诊 是有这些例子的 老邦先生 老邦先生 邹教授 第一个问题 遇到很重的病人 我们不是在门诊 他是在其他公立医院 或者私家医院里面化疗的 就是那些年纪比较大的 古今复反应多的 这种是保证了他的安全 不在门诊做 第二个就是中西医院 不能打交 我们认为 我们两个人 一起会诊以后 会根据病人的情况 西医根据临床指引 中医根据便诊的指 来把病人 顾前面对的什么问题 进行中西医的分工 有可能是西医先 中医后 有可能是中医先 西医后 或者是同时结果 有个分工的 同时注意安全性的指标的检测 好 谢谢大家 现在由柯医生向刘博士 帮他纪念品 好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两位的嘉宾主持 还有我们两位讲者 非常精彩的妙问妙答 也体现了我们中西医 结合治疗的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也都只要提到 在大余龙博士往每个方谈 接着我们的嘉宾主持 会为我们介绍下一位的演歌嘉宾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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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